好了,轉會槍終於關了,今季夏天的轉會槍 關了之後,如果有什麼球隊想增兵或賣人的話 沒辦法了,要等一月才行 這個轉會槍是歐洲主要聯賽 沙地那邊就是9月中,9月20日才完結 所以你找什麼沙拿那些,沙地正在針對方 不是沒機會的,還有的就是瘋狂才出到2億 你死不死 說到沙拿,即利物浦那邊 一直都是找防中的位置 或者是中堅,一直是想繼續努力的 所以是穩定的,因為過去幾場球 看到這兩個位置始終都是他們 急切是需要增兵的地方 防中的位置雖然簽了遠藤航回來 但是一來遠藤航始終還未適應到英超的強度和速率 二來只有一個遠藤航都沒有用 始終這個六號位,接下來幾條戰線 你只有一個怎麼踢呢? 高普那套球已經預算了,還是要什麼? 要是板頭深度夠高 因為始終他那套這麼高強度的踢法 難保會有傷 即是每季總會點一傷 或者點一休息一下 做鄰門也好 或者有遠藤航,旁邊也有人 例如幫忙收拾樓,用球等等 這些有很多不同的配搭 總之中場是需要人的 防中的位置 終於在轉彩槍刪之前的最後一刻 終於就簽到了 這個也算是其中是利物浦 即是整個夏天傳了很久 其中是一個人選來的 雖然不是傳得很癢 但最終都簽到了 加雲貝子 這個荷蘭年青的中場 在拜仁那裡過來的 利物浦用了4,000萬歐元的轉彩費 另外再加500萬歐元的附加條款 就從德甲的班霸 拜仁茂尼克就簽入加雲貝子 是荷蘭國腳 簽約五年約 即是簽到2028年 總算利物浦總算是簽到他們需要的人 中場暫時來說 都叫做正式換血 亦都叫做齊一齊腳 至於踢不踢到效果 就要踢過才知道 那加雲貝子究竟 他的踢法和實力 在利物浦是否正確踢 位置上雖然說中場 但作為利物浦 沒理由是中場也要 那他又可不可以升任呢? 即是他之前在拜仁的表現又如何呢? 踢法又如何呢? 即是會不會有什麼特點呢? 又是利物浦所需要呢? 今集就和大家略略地說一下 加雲貝子這個球員來到利物浦之後 會不會成為了利物浦的主力 還是純粹是輪換 或者過客 今集就和大家一起研究一下 始終你阿浦都簽了終於 叫他們夢寐以求的歌的中場 組成一條全新中場線 開始這條片之前 呼籲大家進來的朋友麻煩 就訂閱和分享這條YouTube Channel 希望大家都訂閱和分享了它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看完之後喜歡的麻煩 按個Like就是放到Like CLSS comment、Like、Subscribe和Share 希望大家都做齊了 因為都可以增加YouTube推播機會 謝謝 謝謝 還會繼續有錄播節目 會有片出 還有Weekend 如無意外 無事無說 都會繼續有聲音直播 應銷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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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ekday 將來歐聯開了 也會至少有一晚 直播 其他Weekday的應銷比賽 所以都是那句 看狀態、看戲碼 即是不可能會慢慢做完 但都是那句 無論是在錄播節目的影片 下面留言 也好 還是開Live進來 又吹水 說說波京也好 以理相對 互相尊重 留言 即是評語 或是意見 是有理性 或是有提出的 或是有建議出來的 也會 並不是被你發洩 而是被你純粹挑機的地方 認識查字典 謝謝 再次追蹤 Patrick 在IG 希望大家追蹤了他 謝謝 賈雲貝智 今年21歲 5月才度過21歲的生日 其實他小時候已經加入了 亞積士的青年軍 已經在那裡接受正統足球的訓練 小時候進去了 接著 一路 他們也曾經獲得過 就是阿積士的青年軍最佳 最有天份的球員 這個獎 其實小時候 賈雲貝智已經成為青年軍隊長 也是主力成員 也獲得了最有天份的球員獎 然後很快就已經是 當時十六歲 就已經先到預備組裡 成為預備組的主力 然後 也憑著預備組的出色表現 就是18年的9月 當時也是十六歲 就升到上一隊 升到上一隊 升到上一隊 當時的教練就是坦克 那時候 將他帶到上一隊 然後 慢慢 就在一場 對PSV 作客PSV 彥濤昏的聯賽上陣 當時球隊輸3-0 但是 加雲貝智的上陣 亦都令到他 成為了 就是 阿積士 在何甲上陣 那麼久以來 在何甲上陣 最年輕的球員 十六歲 零一百三十日 打破了 之前十六歲 二百四十二日 這個紀錄的 斯多夫 斯多夫 大家都知道 名的屬斯多夫 幫阿積士 拿過歐聯 之後 亦都幫 A.C.米蘭 拿過歐聯 亦都幫 王馬拿過歐聯 可以說 史上第一名球員 是先後幫 三隊不同的球隊 拿過歐聯 冠軍的球員 斯多夫 打破了斯多夫的紀錄 然後 嘉雲 貝治 在亞 即時 逐漸獲得 越來越多 上陣機會 在 上了一隊之後 的第三個球櫃 正正式式 站穩了 主力位置 深受到坦克的重用 然後 亦都不斷獲得 越來越多上陣機會 表現也越來越進步 他也效力了幾個球季以來 為亞即時 贏過三季的 河甲冠軍 以及兩次的 荷蘭班的冠軍 其實都很 可以說是 亞即時 當時 可以說其中一個 他是 亞即時 一個清份產品 其中一個 可以說是一個 名牌的人物 大家想起 都有這些質素的球員 亞即時 很高天份的球員 一直都受到 令到他也受到 不少 歐洲 豪門 的 一些 垂青 包括 曼城 傳過 阿仙奴 也傳過 利物浦 一直之前也傳過 曼聯 甚至乎 接著 比如 PSG AC 米蘭 還有 拜仁 多蒙特等等等等等等 這些球隊 也有 撐住他的 其實當坦克 在上季 去到 曼聯的時間 即是來到 曼聯執教 他也曾經想 帶一些 子弟兵 覺得是夠實力的 可以過去曼聯 幫拖 其中一個 就是 嘉雲貝子 他也想帶 嘉雲貝子過來 但是 嘉雲貝子 最終沒有 跟坦克 過來曼聯 因為曼聯 一來沒有 歐聯 二來 英超 始終的 強度不同 還有 嘉雲貝子 覺得 對他成長來說 他這隊會更好 總之 上季 他轉投了 拜仁 莫尼克 拜仁 以1800萬歐元 另外再加500萬 一個 浮動條款 簽入 簽約五年 好了 來到 拜仁 一心 想著 拜仁 闖出一片天 可惜 嘉雲貝子 並不受重用 無論是 拿高士文 還是 季尾 先接手 拿高士文 拿高士文被解僱後 才接手 杜曹 對於嘉雲貝子 似乎 也不太重用 對他 也是 投行至散 所以嘉雲貝子 上季 整季 即是 德甲 雖然 或者 所有比賽 德國盃 德甲 和歐聯 等 雖然 total 上陣了 33 上陣了 33 但是 正選 只有5 只有5 正選 其實也很少 很少 當然 雖然 拜仁 拿了 德甲 半軍 最後 反擊 多蒙特 回頭 但是 歐聯 又出局了 而嘉雲貝子 因為上陣機會 也不太多 而上陣後 他的表現 也不太突出 令人覺得 壞人 又簽了水貨 或者覺得 阿直士真是黑店 從阿直士走出來的 那些 沒有一個好的 一定是踢不回阿直士的水準 嘉雲貝子是其中一個 但是 今季 都可以 在轉回槍之前 可以逃離 拜仁 因為 他只有三次正選 是過分一點的 在德甲 令到他也希望出走 我也想 保住國家隊的位置 我現在 只有21歲 我也想多些正選 我要成長 沒有可能 你拜仁又如何 德甲班又如何 我沒有可能 長期坐在這裏 做後備 只是坐在這裏 所以 一到利物浦 來斟他 他的時間 他當然開心 而最終 利物浦也趕得及 把所有文件 搞定 在轉回槍之前 簽了他 用到4千萬歐元 其實拜仁也蠻懂得賺 你千八萬 簽回來 用得多長 正算得多長 4千萬萬 不得了 當然 潛力也是其中一個 考量的價錢 好了 嘉雲貝智 踢法是怎樣 嘉雲貝智 作為中場 他的踢法 真的算不差 他本身身高 超過1.9 有身形 腳下功夫不錯 波底不差 只是在亞積斯 出得來波底不差 越讀球賽能力也很好 有全球的視野 再加上 他也可以踢6號 也可以踢8號 感覺上 有一些球員 都像他的 感覺 他也有年輕 有活力 而且 中場的破壞力也不差 被迫之下 都可以處理到的傳球 或者帶球出來 很有轉手為攻的能力 亦可以成為了中場 後場和前場 串連的橋樑 有進攻意識 亦可以做反槍 亦不差 這方面 有很多方面 當然 高效率 反槍 未必適合他 但是 剛才所說 酷球好 有身形 亦有視野 越多球賽能力 全球轉手為攻 場人全球還可以 是否很熟口面 有一個球員 跟他相似 果然 是的 因為他初出道的時間 曾經被人感覺上 他真的像一個荷蘭的普巴 說的是技術方面 又踢中場 又有這樣的技術 不是他的心態 幸好他不是 還未是 不知道 至少這刻不是 不是普巴那麼兇 那麼簡單 加雲貝士 可以踢 純防中的位 六個位 亦可以踢中場八號 他的可塑性 也挺高 所以這件事 也是對一支球隊 特別是幾條戰線 作戰的球隊 很重要 加雲貝士 剛才所說 無論是全球的盆扭 或是控制節奏等等 做得很出色 亦有後上進攻能力 防守力 亦有破壞 做屏障 因爲身高問題 所以他在掂頂 制空能力方面 也有一定的保證 亦有善於 扭球出來 扭球出來 就算被對手 一直迫著的時間 都可以扭球到的 難怪 阿滋士的名叔 雲達華志 曾經也稱讚過他 他覺得他在這麽多方面 都是很全面 踢得很全面 身體質素也很好 甚至乎覺得他 是完勝比零涵 當然這句 亦是因為 賣花綻花香 賺回荷蘭的私底 自己荷蘭的私底 也不出奇 也是那句 他絕對是有質素 是有質素的 只不過在拜仁那裏 沒得說 一來人的質素 就是本身那隊 球隊的人才 小小 還有踢法的問題 可能就是 那高市民那些 空泉 始終他喜歡用的人 不要忘記 拜仁你要用人 不是教練 有時候不是教練 純粹100%說了事 你要看面色 不是你說想用哪個 用哪個 林郭自民有很多祭爪 但其實 嘉雲貝次真的 也有一定的質素 現在已經荷蘭國腳 21歲 代替了 國家隊上陣11次 已經入了一球 不過世界盃 又沒有去犯 因為不要上陣機會 可能來到利物浦 嘉雲貝次會擔任何位置 利物浦的陣式 預計都是這樣的 如果你說433 嘉雲貝次一定會打回6號 他在這裏的時間 做一些破壞工作 或者做鑽手為功 對於魯麥和蘇布斯麗 在前面的發揮 可以說是解放了 即是釋放了他們 可以說 放心安心地進攻 扔波上去 不用再就著 沒有防中 後面隨時死 好彩 這真是好彩 所以預計 他可能和遠藤翰輪流出 每次都出光 除非 當然看不同的對手 或者陣中中場球員的狀態 雙庭的問題等等 亦有很多考量 但嘉雲貝次來到利物浦 應該不會只是一個輪魂球員 應該也會有不少上陣機會 嘉雲貝次當然質素絕對有 但問題 要看他能否融入 他的融入速度有多少 這真是好看高普 如何調教他 或者慢慢讓他適應 去融入球隊的踢法 甚至英超會強盜 始終德甲和英超是兩個世界 兩個世界 不是說即插即用很多 你可以即插即用當然好 但不是個個都可以的 所以嘉雲貝次來到之後 他那套球可以怎樣幫到利物浦 即是他的技術 他在中場方面的腳法 那個視野 絕對是利物浦轉手為功 打反擊、刹動反擊很重要的一點 但你說是否可以即時起作用呢? 這就看高普的功力了 但可以說 他現在是利物浦石果謹泉 即是一個六號位的球員 即是他已經和遠藤航 其他的話 你可以說不是正宗 或者當踢上來的時候 就不是最擅長 所以嘉雲貝次這個收購 絕對是利物浦需要的 雖然不是一直以來 都是頭號的收購目標 但是在風格、踢法、功用上 絕對是對利物浦用的 那利物浦 中場現在的換血來說 暫時齊漲 即是起碼又換了血 而且起碼在今季來說 暫時上半季也夠頂住 夠頂住 會不會一月再簽人? 不知道 其實利物浦最需要是反而中堅位 中堅位 你中堅現在雲迪克 接下來停賽 乾納迪 出來就拍著馬鐵 其實馬鐵本身的穩定性已經低 已經不是穩固 現在是馬鐵 而且 你始終會有雙停賽時間 始終要多買中堅 但如果FFG不買 也沒辦法 好了 今集時間到此 喜歡這條影片的朋友 麻煩多放一個Like 和Subscribe 這條YouTube Channel CLSS,comment,Like,Subscribe和Share 還有在YouTube按鈴鐺收通知 正常來的新節目和Live都會彈出來通知大家 還有followPetro樂縣路的IG 因為逢有新節目和Live的預告 我都會在IG上出post 亦會上IG story 希望大家也follow了他 好嗎? 下次節目時間再見 拜拜